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DER 算算這已經是今年的第三次 為圖轉身的相關影片了 就算強如雨之波般 這也是五話可說了 賽爾之光 嶄新時代 雖然他的名字跟艾爾之光很像 但他們兩者沒有半毛的關係 這款遊戲我在之前的影片中有提到過 不過當時的開箱還不夠多 對開發商比較沒有這麼多的了解 所以這邊我重新梳理一下 當時台灣的傳奇與中國的紫龍遊戲 耳座共同開發出了一款 風之國度 而畢竟這款遊戲的開發門檻並不高 中國靠量產複製的工業優勢就展現出來了 很快就被中國的零任網路借鑒出來 也就是本次的賽爾之光 而這間零任網路不只股東之一有騰訊 開發團隊成員 還有來自專作傳奇類MO的盛大 這波真的是強強聯手 而這款遊戲的台灣代理為艾肯娛樂 傳聞 據說 可能 或許 背後來自中國 有足網路的幫助 畢竟作為一間2013年11月才成立的公司 在不知道對方有沒有營運實力的情況下 放心的交付台灣的代理權 甚至也包含後續的幾款遊戲 這怎麼想 一定是天時地利人和吧 而艾肯娛樂後續也在中國成立了分公司 想必與其他廠商合作起來也更為方便了 近期代理比較有名的就是網易旗下的天獄以及用街無間 而之後三七戶宇取得 賽爾之光的海外發行權 交由子公司 Ujoin Gans在韓國發行 雖然當時被抓出抄襲跟虛假廣告的問題 但還是靠買量行銷 創下了不錯的營收 而三七戶宇在 2020年又搞出了另一款同質產品 雲上陳之歌 繼續複製了同樣的商業模式 靠著龐大買量優勢來維持營收 目前在韓國也是榜上有名 也是最高的收入來源 光上個月的韓服營收 就將近1.7億台幣 相比之下原本的賽爾之光 就顯得比較像是棄子了 營收那是越來越慘 上個月已經剩下350萬了 而這次在台灣重新上架的代理商 就是原開發商 零任網路 也是原本台灣愛肯娛樂的商業夥伴 而愛肯娛樂在官網也發公告鼓勵玩家 去別人的代理下面繼續當韭菜 我看下來帳號資料的部分 是無法繼承轉移了 但這也對啦 畢竟如果我是廠商的話 也不要炸不出汁的老韭菜 還是新鮮的 收割起來 才水嫩多汁 這遊戲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畢竟就是個老遊戲重新上架 說白了就是套上Q板皮的傳奇MAO 而遊戲也不一定要好玩 但開頭的氣勢不能輸 即使後續擺爛也無所謂 重點是凝聚第一波的收割力度 在當時找了很多網紅藝人代言 這一次就不知道有沒有經費再搞一波了 而這款遊戲在巴哈卻只有午夜討論度 熱度高卻只有這樣的結果 也算是這類換品MAO的命數吧 很多款都是走著這樣重複的輪迴 除了無腦跨機打怪 以客會有 真的很難會有什麼正常的攻略交流 而且還會有那種假裝是在問問題 結果你點進去 裡面就是一堆活動文的 攻讀生文章 真的是給我整笑了 那我們就接著講另一款吧 萬靈召喚師 剛遊戲在中國叫做放置與召喚 台灣這一次的代理未知 而為什麼說這一次呢 因為這款就是在去年12月上架 今年4月才剛收攤的 蒼穹幻夢 台灣當時代理是 魔法屋互動娛樂 很典型的就是一間掛名用的空殼公司 你在不同地方查到的地址還完全不同 而在當時也找了王彩華代理 有長期在看我頻道的聰明觀眾 應該就會察覺到異樣 但凡遇到這種藝人代言的遊戲 多少要警覺一下 而透過這次台版的上架資訊 我只能找到一個圖片座的假網站 他整個網站就是有一張圖片構成 沒有任何按鍵功能 這真的是假都不能再假 而該遊戲的開發商是中國的葉子系網路 並沒有查到什麼跟大廠的關聯 總而言之這一款 就是被整出來撈錢用的流水線產品 只要有錢 誰想代理都可以 而這樣撈錢的方式也很明確 努力投放廣告 讓下載量拼上去 又倒那些不在意手除跟便宜禮包的玩家刷下去 OK KPI達標 可以開始擺爛了 不斷開新伺服器羊骨 之後再無限和服 只能說這招真的是屢勢不爽 而對於這款爛大街的換皮放置 我也不想多說什麼了 雖然總是在上架的時候會有各種什麼 抽卡攻略推薦的泛商業文出現 但我是真的想不透這種垃圾遊戲 有什麼值得參考的攻略 不就這個信用卡刷一下 資金不到位的遊戲嗎 那多餘的評測真的也是浪費你我的時間 就讓割不痛的韭菜繼續流血 直接結束這回合吧 結論 花紅唯有綠葉秤 天然還需白雲培 不論什麼類型的遊戲 總能看出用星座跟用角座的差別 但如今廣告買量為市場的流量密碼 來者不懼的推銷才是真實的理想 願各位的荷包君皆能使得極所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forgiving 這是周末一張 這位 настроgy 大家 我替大家 我替大家 這裡 今年 感谢观看